這面的概念就是這些開發都是不好的 這些開發都是不正當的 所以你的結論 從這邊看起來你的觀點就是 有一些不好的事情正在發生 這些不好的事情 你今天講的就是一個觀光或是旅館之類的造成 對 對 但我們一樣我不是先畫個黃心 我們是有很多證據去確定他的定位 我們當然在做定位我們講定位 就像我們講的 假定位說他的外行能夠沒有 這是我們講定位 但這個假設你要非常小心去驗證 驗證到台電也沒話講 不是說我們認為他事就是這樣就沒意思了 就是好像我們就認為他是壞人 我們就把他說這個御家之罪和壞人是 這樣就沒意思 就是說講到台電都沒話講 因為你講到這些每個開發案的政府都沒話講 因為確實是程序上的問題 但是這個我們最後請這樣的一種賣點 國光實話我們也是類似去談論一個天空浩劫的賣點 所以那他是不是要有田 他也可以去談說我們要不要實話產業的辯論 但是我們去談我們去切生態的角度 去講出他對整個海岸線生態的這個概念 我最後用幾個概念跟大家總結 就是說 我們在寫報導的時候到底是人物還是事件 對 就是說比例 這個沒有 這不是說寫人物 我們寫跟比例這樣 因為我們可能太強要事件可能補起來很骷髒 太強人物可能又流於三起 我們也不是在寫故事 那人物跟事件的比例 要帶人的故事進去 以至於大家願意看人物的故事 願意去理解唐山大地震的國產 原來是我們知道這一刻的變化 所以我們有興趣去理解 跟我們完全不相干擰的 引發發生的地震的故事 因為人物的事件 因為我們雖然是要講事件 但是人在這裡面站的角色 能發揮的效果是什麼 張力跟真相 就是說 對 比如說合適 採生之後會出現很多不良的結果 這個真相 要怎麼去呈現 我們用什麼張力去 講話這個真相 好人運動的真相 就是說一群年輕人在那邊 搬東西搬來搬去 這個就是真相 但是那個張力是什麼 這個張力就是他們那麼熱 他在地下室更熱 然後這個張力就是 他們通過這件事情 想起了自己的我父母 這個張力 就是說他讓這個故事的戲劇的效果 這是張力 跟一樣唐山大地震 我也可以去講這個真相 這個哪一年發生幾期 然後哪一時多少復健的過程 我錄了多少人力無力 可是這就沒有張力 張力就是一個故事的戲劇性的效果 那真相完美就是一個冷的事情 大家這樣去理解 那我們要怎麼樣去找到一個張力 因為最後一開始 有張力的人家才願意看真相 我的經驗就是這樣 不然真相再可怕 那我也不想看 因為最好不要看 因為這麼可怕的事情 我不想知道 所以就是說 這張力我們要讓人家看 那我們到底是要 批判政府還是要造成行動 就是說 一樣我們都更的意 到底只是 一昧的罵政府每天兩阿 都北政府阿 什麼強姦民意阿 那那那怎樣 那那還是我們希望用你的觀點 去形塑出去帶來大家行動的那個 力量 我覺得有時候我們會太快 因為我們的正義感 因為我們的熱情 太快的進入批判 太快的講真相 太快的給事件 而少了一些溝通上的技巧 我覺得啦 我覺得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 或是說 希望大家可以 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那個溝通的技巧 就是讓更多人來看 真的重要的事情 因為 這些不重要的事情 已經佔據太多的吸引力 什麼 什麼殺妹妹的阿 什麼媽媽的阿 這些事情 已經佔據太多吸引力的時候 我們怎麼樣用 我們想 我們要用什麼辦法把 人們的注意力 吸引到 重要的事情 跟我們的 故意有關的事情 跟我們的生活有關的事情 那 這些事情 需要一些加工 需要一些技術 需要一些方法 讓 重要的事情 被更多人 接受 我覺得這是 這個報導 我希望 如果我可以幫大家一點去 所以我覺得這幾個概念 就是說 呃 我的建議就是 不要太講事件 我們 盡量去發掘一些人的事情 他一定是有 有感染力的 那盡量不要 只顧阿神想 而沒有去看到說 我怎麼樣去吸引他 去讓這個戲劇性的寫過 吸引性的報導 得到注意力 那 不是只有一般政府 而是說 怎麼樣 讓他們 意識到這件事情 其實是跟我有關的 因為我們今天在講毛豆 也是可以理智到 我也可以學習他們的精神 那我覺得這是 我 有時候看一些 比較 公益性的報導 我們太執著於 一直在 提判或是 講真 講那些 事情 那我覺得少了人味 少了吸引的元素 我覺得少了吸引的元素 這件事情是大家可以 大家日後做報導 日後在寫東西 要試想說 真的 現在資訊爆炸 我幹嘛要 我看這點 我有什麼 個 大家現在很喜歡 你有什麼個 那 那老整我幹嘛看 我們講來講 那商桌 每次都賣這些老梗 每次都講說 一個人他白手起家 然後他很辛苦 不睡覺 然後他就變 然後他努力做 然後這種老梗 我們寫久了 都覺得 每次只是換一個公司 換一個人民 都在講那些什麼 他小學畢業 學育低 又白手起家 然後 又什麼 被人家搗錢 反正他就 那就是老梗 所以我們講 第一次的故事 我們也要翻新 我們也要 推陳出新 我們要推陳出很多 不一樣的故事 有的人是回鄉 有的人經過 就是說 因為故事 就是說 這個報告的挑戰 就是老梗 不要老梗 就是說拜託大家想 你不要老梗 那真的是 吸引力元素的這件事情 那 這個是一個 一個傳播的一個學者 這個 這個他講了幾句話 那我覺得 還是第三句 我是比較想跟大家 比較容易理解 就是說 所有媒體都是人類 某種能力的延伸 他這裡講的是說 影像的連結 文字的連結 它都是人們某種 感官能力的延伸 就是說 我們不要忘了 文字可以穿透的那個感染 的那個魅力 不要忘了影像 可能帶來的一種魅力 這種感染的情緒 那這個都是 就是說我們寫的任何一個字 或是文派 任何一個東西 它都可能變成 我們的讀者 他的感官延伸出去的一個東西 你不要想看這件事情 你只要找對 用比較好的技術 去讓他感到興趣之後 那其實那個效果還蠻驚人的 我自己就 有類似很多經驗 就剛開始講 好人運動那件事情 我覺得 非常非常 就是說 我覺得很有成就感 這是我 在上課中 很報道的成就感 所以我寫了一千多字 然後 變成了一個 大家都喜歡的事情 讓你喜歡的事情發生 那 比如說這個事情 回到技術面上 就是說大家熱情 很棒 但是我還是覺得 這是為什麼中華隊 沒有辦法達進事情 我覺得我們有時候 基本面 技術面的事情 還是 還是要努力一下 就是說 束縛的正義感 跟束縛的 這種熱情 我覺得很棒 但是 如果我們有更好的 技術的基本面 來支持 就是說 那我們的棒球 就是 我們有很多熱情 可是我們並沒有 從基層就開始培養棒球 我並沒有去 每次就是 每次就是 打棒球的時候來集氣啊 然後來 那我們 必須要照顧基本面 必須要有技術 怎麼樣去做 那 我覺得公民團體 在這部分 可以 更有魅力 那 更 更不會覺得好像 常常做百合 或者說 好像 主流社會都 很不關心我們關心的事情 或是 我想大家也常看到 國外的 或是這些綠色 他們也 在這部分也有很多傳播的 傳播界的一些好手 進來到這些團體 那 像磁濟大愛電視台 就 以前中式的總經理 湯建銘 其實很多傳播的 有能力 有技術的人 他們進入到這個組織 幫他們的技術面 那 講到底這些事情 也都只是技術面的問題而已 但是也不能沒有 就是說 我覺得最後 熱情跟正義感 還是最重要 但是 如果沒有技術面的話 會有一點讓這個熱情空轉 這是我覺得 比較 不希望看到的 就是說 我們不希望我們的熱情 跟正義感空轉 只因為我們 對於技術面這件事情 沒有 下落 多一些功能 那這部分東西 我還 我非常願意跟大家交流 或者說希望大家 去 去把 就是說我今天把 參與完再 想一個 是想一個題目的 一個技術的 操作的這件事情 跟大家分享 那先到這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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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